因为小朋友写的不够写 感觉就是有差 我刚才就举例了 我等一下再 我讲得很好笑 就写对了 好 那我们方向错的话 他如果不会 我们就会在电脑时候 叫在这边 有一个是两点的 一个是一点五十分的 他刚才是写两点二十 都差了二十分钟了 我就举例说明说 你家失火了 然后消防队跟你说 等一等二十分钟 我再过去 可以吗 不可以啊 因为小朋友刚才在这里 好 所以要很准 你看那个 那个副教授在社团讲说 老师怎么教 就是要准 你不准 就是看起来怪怪的 知道吗 而且我那天也讲 坐姿还有握笔的字是很重要 如果错了 每次字写起来怪怪的 就是坐姿跟握笔的问题 然后我们这个小朋友 是坐姿很标准 从以前到现在超标准的 握字稍微有点问题 还是从左手改右手写字 所以一定要准 不准的话你看就这样啊 我们是一笔一画胶 那刚才写完这个字之后呢 他又一次给我写完了 我等一下截图我们 我在我们社团 在我们群组 另外一个正式上课的群组 在骂奖小朋友都不听话 就全部写完啊 滚倒就要一笔一笔写 现在这两个都对了 好 句头讲 下课就要一笔写 我们下课就要一笔写 我们下课就要 planeta